能高百年回南再現 最具歷史傳承意義的 110年花蓮能高棒球結局 全國三級棒球邀請賽 10月30日到10月2日 會在花蓮的縣立棒球場展開 到時候會邀請全國各地三級棒球好手 來到東部的棒球發源地花蓮 除了見證歷史 也希望可以以求會友增進友誼 能高百年回南再現 最具歷史傳承意義的 110年華蓮能高棒球結局 全國三級棒球邀請賽 即將於10月30日至11月2日 與花蓮省立棒球場展開 能高棒球團 全身是高砂棒球隊 台灣棒球隊史中重要的一支球隊 於1923年演變成著名的能高團 多次與北部西部球隊交手 逐漸打開名號 更遠征日本以優異戰果造成轟動 身為他們的後代 雖然他們是優秀的棒球員 但是體系厚勁不予履歷 那這樣執女也非常的用心 希望我們可以負責獨立監力 那今天很開心可以看到 我們前職棒的球員都是我們的偶像 那最後要謝謝縣長 謝謝副縣長 謝謝我們的棒球主委 有這樣的機會消失百年的歷史故事重新詮釋 為紀念能高團歷史 花蓮縣府2017年編列經費 委託花蓮縣體育會舉辦能高棒球節 全國三級棒球錦標賽 日前不幸病逝的中職球星王光輝 當時還受邀出席首屆賽事活動 花蓮縣體育會表示 今年是能高團成立100周年 預計將有來自全國11個縣市 近60支隊伍齊聚花蓮 今年還將補助進入前四強的球隊參賽金 四強賽事也會有平台直播 歡迎民眾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接著蔣邦彥華臉書報導